欢迎收看每周六晚间8点 非凡商业台的古海杨凡 这礼拜艳庭杨凡要带大家把眼界拉得更高 格局放得更远来看产业 以前大家都不愿多谈的震惊情势 但现在呢 美国总统拜登现在推出中美科技战2.0 以及中国习近平继续掌权之下 在整个政治情势升温 现在连台积电都不得不被摊牌 再加上整个全球的景气都在面临衰退 台湾等于是面临双风暴 所以到底哪里是出路 今天就请到两位纵横整个产业界 非常多年也看了无数的新衰的专家 首先第一位是钟祺元老师 祺元你好 晚安 燕婷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好 第二位是我们张正威张总 张总你好 晚安 燕婷好 大家晚安 好 节目开始之前 不免俗我们还是要先追全球的资金流 好 这礼拜有好多好多的美国科技大厂 都释出来一些财报前景 不是那么的乐观的哦 好 所以联准会现在是不是不得不 也要面临被摊牌转向呢 所以祺元上个礼拜也注意到了 也不少的官员开始也出来谈论 是时候可能要来讨论放慢脚步 好 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还是说又只是为了选举寒寒而已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一连串的升息之后 那会释出一个所谓 我先停下来看看我升息的状况怎么样 然后再决定后续的策略 但是以目前的所谓的物价来讲 我认为联准会比较倾向就是 把整个经济打到 有点点出现衰退的时候 才有可能把物价降下来 我们看了到最近的这个所谓新的物价指数 年真是8点的核心物价高到这个6.66 这个还是在连续升息多次之下 产生的结果 所以你说联准会他会不会紧张 他当然会紧张啊 所以之后如果你要去看哦 这个Fed Watch的部分哦 其实目前对11月份的这个升息的几率 高达9成5啊 都认为他一定会升到3码 所以市场上的投资专家都这样认为了嘛 你就会去知道说 其实联准会对升息这件事情的态度 其实是比较偏向这个鹰派的做法 并不是说我现在先暂缓一下 那这个可能是权宜性的 我升了很多次之后 我先看看到底状况如何 他会先看一下 那我们从这个企业获利哦 开始慢慢的这个所谓衰退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哦 一般来讲那个横线100的部分哦 就是他们这个所谓获利高于一般的水准 可是如果开始进入衰退 你就去看哦 这个是所谓美国企业获利 在这个所谓的EBIT的部分 那如果他开始回落到100以下 他就会进入所谓的中期的衰退 那这个中期的衰退是高达39周啊 那如果中期衰退下来的时候 物价会不会下来 物价一定会下来 所以如果说他们今天要把这个高达8%的这个物价 打到现在到明年可能到5个百分比的时候 他需要让经济步入一点点的衰退的时候 才有可能把物价降下来 可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在表露 对未来景气的担忧 那这是不是已经开始 那联准会没有必要再下猛药了 可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小幅度的衰退 把物价降下来 所以现在的企业认为说是衰退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不断的在升息 我也不断的去控制这个所谓的资金的 这个所谓在市场上流通的量 那如果是这样持续做的话 大家都看得出来一定会走路衰退嘛 那为什么他知道要衰退 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 因为这一次的物价是从供给面 是从俄乌之间的战争开始所点燃的 那一旦这种方式的话 他透过货币政策要去控制 他必须要看到衰退的时候 才有可能把这样的一个物价打下来 如果他没有办法把物价压下来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来讲才是真正的恶努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 联准会一定要看到实质 一定要亲眼看到经济已经正在发生的下滑 他才会收手 所以12月你说他要转割 你觉得几率 我觉得几率还是很低 那这个就是看接下来的物价怎么走 如果说我们现阶段是8个百分比 那如果说可以跌到所谓的7到6% 甚至是6% 那当然这个态度就会比较鸽派 如果你没有办法降下来 假设我们现在10月份又看到8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转换 那这就有趣了 那为什么联准会的官员突然间要讲这种话 连同代表着联准会的通讯社的记者 也释出这样的一个讯号 过去他这几次他讲的真的蛮准 所以他的话到底有没有参考性 那他背后想讲这些的缘由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的是为了其中选举吗 某种因素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拜登现在的支持率 已经不到4成了 很低 这个非常的低 那有可能这个接下来其中选举之后 这个参众两院 这个可能就会失去这个所谓的控制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可能会针对这个所谓升息 让大家最痛恨的一个点 慢慢的就起来 最起码你让股民先开心一下 那只是说如果说我们看到10月份的通膨 还是依旧在8%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很难转换 所以一切的背后 我们还是要看到说10月份通膨是多少 你才可以去定调 接下来12月他可能怎么走 那你觉得10月份的通膨 8%有机会吗 我觉得这个8%是有机会维持住 那如果真的好一点的话 可能降到7.8% 7.6% 7.7%那个部分 不太可能会一下子跌那么快 所以他没办法跌那么快之前 我们其实基本上现在可以直接去拆 12月根本不可能转割 几乎还是比较 理论上他如果没有再继续升的话 就是好了 对那如果说他没有再继续升的话 大家可以喘口气 那看看就是说12月份之后 明年开始物价掉下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预测 明年的物价整年度 大概是5个百分比 那所以如果你抓下半年 可能会掉更低的话 那上半年可能还是维持在 6到7以上 好所以10月份的通膨数据 是一个蛮重要的重点 那所以在联准会割派的这个声音 我们可以乐观嗨多久 11月8号选举之前 可以11月8号这件事情就淡忘 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 过去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这个是从1970年到最近的这个统计数据 他这个是总统选完的第一年跟第二年跟第三年 我特别把它框起来那个地方第三年 几乎所有的指数都大涨 包括Nesdaq大涨快三成 这个是指数 所以各股的涨幅更不用讲了 所以我们去算一下嘛 2020现在是2022 所以现在是第二年 第二年 这个是统计数据的哦 你看第三年股市是涨最凶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这一年其实股市回档很多 所以也恰好刚好是这第二年了 对第二年年底 那明年如果第三年会涨的话 刚好物价可以再过完年之后慢慢的降下来 因为我觉得物价很难降的原因 最主要是因为冬天啦 欧洲还是要用天然气 那这个东西如果价格居高不下的话 你做什么工作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我去看那个有一个新闻 他讲说一个面包师傅 他说官司成本就涨了两三倍 是倍数在翻的 我的天啊 根本做出来都赔钱啊 对所以他收起来了 疫情他撑过去了 但是反而通膨他撑不了 他撑不了 干脆不要做了 对就收起来了 但是这个在大选 这也是蛮久的事情 我们现在眼前有一个其中选举 我们想知道这其中选举到底有没有帮助 如果他暂缓升息的话 对其中选举会有比较好的观感 因为最起码股市涨上来 投资人可能会开心一点 因为美国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美国投资大部分是透过基金啊 或透过专业的机构去投资的 比较少个人去参与 但是你即使是透过专业的机构去投资 你的资金还是亏损啊 美股跌这么多你还是亏损嘛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有助于 就是说投资人可能认为说 我最起码股市上来 那才不会影响到我的所谓的信心 那这个信心不只是在股市 甚至未来可能在房市也会受到影响啊 因为美国的房市其实也是开始在震荡 OK那所以时间点怎么看 因为下礼拜蛮靠近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联组会又要再开一次会议 第二个是再隔一周 11月8号就是其中选举 所以这么两大件事情 接连的要在下礼拜连续发生 好那所以我们的策略 我们接下来的行情怎么看 第一件事情我认为 11月2号只要升完息之后 大概地空差不多就进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明年开始通膨就会往下降 这个是我们预估的结果 所以你去算股市 它不可能明年的 明年初开始涨 它一定是提前到第四季 今年的第四季开始涨 所以你看到美股 其实它已经打完底了 对那如果升完息之后 假设它真的升三 股市跌个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那个地方我认为就是长鲜的满头 OK把时间点拉出来 给大家做参考了 可是不要忘记 最近美国现在打晶片战 打得更火热了 再加上中国的政治情势 也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了 这会不会又会变成 另外一只黑天鹅 造成冲击呢 搜集一下马上回来 这会是不过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